大家好,歡迎收看ET財子Talk 今天坐在我身邊,Mark溫卓培 你好,Debbie 看到Mark在這裏,一定是跟大家拆解一下 接下來對外匯市場有甚麼看法 我留意到過去幾星期 整個外匯市場好像一個代變格局 我不知道你可否同意 很多消息,但大家等來等去 等一些匯率做突破 我看上半年,整體匯率市場有幾明確的方向 例如美金強,英鎊歐羅,約到沒有朋友 未來一兩個星期,整個外匯市場很短 你會用甚麼形容詞去形容它呢? 我不想用這個形容詞 但我覺得可能要用這個形容詞 是一個悶字 還是悶字 正如你所說,代變,現在仍然是代變 但因素未出現 我講解是為甚麼 首先,第一件事來講 其實剛剛上星期四、五 就是歐盟的大會 歐盟大會在上星期四、五 最主要是談共同債的問題 7500億那個 7500億 好了,7500億 大家都覺得7500億推不出來 大家都知道 但其實當中來說 這些7500億 我看上去就不是7500億 我看上去是一個制度的改變 這個才是一個重點 因為我們要明白 他這次就是想一起去發債 就不像以前那樣,個別發債 一起發債之後 籌集回來的資金來講 當中5000億 就是給一些有需要的國家 例如西班牙、意大利 受疫情、影響大的國家 是送給他們的 而那2500億 就是看有哪個需要 就借給他們的 很多國家就反對了 我覺得那條數字太麻煩了 所以談不上 是,千億送給他們 之前其實你見過 歐央行出來買債 都是幫國家買他們的債 買他們的債 意思就是幫他們可以集資 可以籌錢 但是你買你的債 你也要還 但如果你說給 很多國家就覺得是哪個少 另頭另計 不過這樣 歐洲這個共同基金 可以嗎 我想就等到可能要7月中 因為他們會繼續談 對歐元的影響是怎樣 我們待會再跟大家詳細分析 不過Mark 很多時候我們捉過匯率走勢 都要看了美元的方向線 因為我留意到 最近比較多人討論 就是傾向比較負面 例如會很多人說去美元化 很多人說就是美元崩潰論 是吧 這些說得很誇張 即是Steven Roche說 兩年之內美元要跌三成多 真的會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你做外匯這麼久 其實你覺得現在的形勢 是否真的會發生呢 如果你說一個長遠來說 我覺得都有機會 但如果你說一個短線來說 可能性就不是那麼大 好了 但是是不是跟剛才你所說的 一些觀點有關呢 我覺得又不是跟那些觀點有關 因為其實那些觀點 最主要說什麼 我都看過一下 最主要說 美國可能會是 跟全球脫鉤 所謂的脫鉤不是貨幣脫鉤 就是那個生產線 將它脫鉤 將生產線完全搬回美國 令到美國可能生產成本會貴了 接著會令到美國生產成本貴了 消費會減低了 會影響經濟 從而經濟會崩潰 大致上是這樣的意思 還有財赤等等那些問題 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我就不同意這一種的說法 因為其實 你的生產線你怎樣搬 我覺得就算你說你多不喜歡中國 你要將一些資產由中國搬來美國的話 你搬來搬來都搬不回美國 因為你要明白 你美國的生產成本實在太貴了 你搬出來的話 你最多是去其他亞洲的較便宜的國家 那些越南亞、柬埔寨那些 沒錯 所以那些全球化 始終是全球化 不過你是不同了國家的全球化 是沒有分別的 你是搬不到回美國 那時候 所以之前那種的說法 就是生產成本太貴 然後消費支持不住 經濟崩潰 我就完全看不到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但你說短期內未必會發生 但是長遠開始感覺到那種內勢洶洶 就是全球各國可能現在有政治博弈 又升級等等 其實美元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長遠來說 為什麼你會觀察到 是不是出現一個結構性弱勢的情況 沒錯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 美元來說 有很多人現在是要挑戰它 分別有兩個 一個就是人民幣有機會挑戰它 另一個方面來說 就是歐羅有機會挑戰它 歐羅也可以 先講人民幣 人民幣來說 現在大家都知道 人民幣現在就去電子化人民幣 其實電子化人民幣 其實中央是想人家多些用 透過電子化 多些人採用人民幣 其實我覺得可能性高 因為你想一下 現在我們基本上都很少 實體消費 實體商店去消費 越來越少了 我們會傾向網上購物為主 現在剛剛開始 我相信日後來說 網上消費會更加主力的方向 你都經常在網上購物 我知道 大家都是 不只我 如果網上購物 自然就會很容易 用電子化貨幣去交收 就會較為容易 支付就較為容易 不要忘記 中國還是全球世界工廠 它有很多貨物 可以給全世界 加連物美的貨物 都會給全世界去買 如果再配入電子貨幣 人民幣電子貨幣 那些人要買中國貨幣 自然用人民幣去交收 就用人民幣電子化貨幣 這個是順理成章 一條龍服務 就會令人民幣更加容易 國際化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是不能夠忽視的 因為配合中國 世界工廠的地位 這是不能夠忽視 其他國家未必做得到 但是中國做得到 但是Mark 有一個疑問 有人都說 去美元化 用少些美金 幾年前 我們都已經說 比如俄羅斯等等 已經成功有些 比如石油相關的交易 其實已經不用美金 是吧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整體美金 在全球的 例如融資貨幣 又或者央行持有的資產 其實美金都依然是佔 絕大部份比例 我們現在說的 會不會 做了些事 是啊 所以我便說 短期內很難做得到 但是如果你長遠 人民幣 可能會和美金分一杯羹 但是最重要的 都不是人民幣 最重要 如果真的要和美金分一杯羹的話 會是歐羅 歐羅才是重點 因為比例是比較大 第一 歐羅其實已經在國際上 是一種相當國際化的貨幣 不同人民幣 現在始終都未國際化 歐羅是國際化 歐羅是很多人已經開始用歐羅 再加上來說 我想提提大家一件事 你看看2009年在金融海嘯未發生之前 其實歐羅在全球儲備佔比 其實已經是去到26-27% 但是由於金融海嘯 然後又有歐債危機 然後又有英國脫歐 比例就慢慢跌 比例是因為這樣 而令到人們對歐羅失了信心 怕歐羅會瓦解 因為當時歐洲出現歐債危機 那些人說怕 會不會 會不會 歐洲會瓦解 如果歐洲瓦解 歐羅怎麼辦 所以那些人當時是害怕 然後就解決了 歐債危機就過了 過了之後又來一個英國脫歐的問題 那些人又害怕 英國脫歐 會不會其他人逐個去脫歐 這個憂慮就令到市場 一度是將歐羅在世界儲備的佔比 一度去到17% 然後到最近去到2019年 我們見到它回上來 但是所謂回上來 都是兩成左右 都是兩成左右 所以如果透過這個 剛才我所說的 共同債這件事發行的話 如果能夠成功的話 那就不得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 歐洲在那個 息率 即是貨幣 即是歐元 已經是令到整個歐洲 貨幣是統一了 即貨幣政策統一了 現在還欠財政政策 還是各自為政的 但是如果他們是能夠 集合在一起去發債 發完債 將資金 資源一起去決定 怎樣去運作的話 那就真的好像一個國家 就好像美國 有很多個不同的 的州 加起來 然後一起去發債 中央政府發債 然後再去分配 即是國際社會 對歐元區的信心 又會更好 就會更好 因為變成整個國家 這樣去看 一個整體而不是再散修修 到其時 歐盟再瓦解的可能性 就大大降低 到其時 當市場的信心 一回來 你可以想像得到 歐羅現在在20% 國際的佔比儲備 隨時回到2009年 去回到26% 完全不難 甚至乎超越三成 都不難 這樣的時候 美元就害怕了 你說到 好像歐元的方向性 可以直播 暗地裡 是否都告訴各位網民 其實美金 就算我們不要看得那麼長 它會被取代 但是中短期 都是不適宜看好美匯指數 因為我去檢查大戶在做什麼 譬如上星期五為止 投機性短倉 其實原來在美金方面 做淡的比例 是多了很多 沒錯 去到1月以來的最多 如果我們拍到美匯指數的圖 通常以前 一出現淡倉 綠色的巴掌向下 動多一點 就是淡倉 上面那些就是長倉 其實美匯指數 都真的跟著淡倉 越來越增加 跌下去 其實我們現在 是不是都要小心一點 美金要再坐深一點 是要小心的 因為第一件事 你要明白就是 之前其實聯儲局 由3月16日到今天為止 其實它印了7萬億美元的資金出來 現在是7萬億 又多了16% 所以如果繼續這樣去的時候 其實 再加上美國和很多國家 互換了資金 因為海嘯的關係 擔心疫情的關係 其實市場上是沖拆著大量的美金 那美金一直都不肯跌 大家都明白為什麼 因為疫情 大家怕股市跌避險 所以才令到美金不跌 但現在市場的心情已經改變了 很多經濟都重啓了 所以這個是會令到美元 在短線來說 會出現壓力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會短線落到什麼位置 你覺得要小心 其實我看過美匯指數 我覺得95 然後再下去 有機會去到93 水平有機會出現 93左右 都要留意 因為美金 如果你計美匯指數 今年大概3月高位去過 就貼近103的位置 然後高位1到回 回了大約半成左右 暫時來說 站在97樓上的水平 賀媽說 看看會不會要向下市圈 95的水平 如果它要下跌的話 可能有其他貨幣反彈 除了你說歐羅之外 我想很多網民最近問 最多的貨幣就是英鎊 因為英鎊上個星期五 其實4、5兩天大幅波動 因為英倫銀行突然加碼量寬 雖然跟市場預期一致 大概增加1,000億英鎊的規模 但市場看完之後 好像都不太喜歡 因為原來我拆細數 發現它將QE的時限延長 變相每個星期和每個月 買債規模是縮了 為什麼解讀這件事 以致對英鎊的影響 我想說 我覺得重點 就不是在英倫銀行身上 不是嗎?在哪裡? 我覺得重點就是 英國是不是要準時 在今年年底脫鉤 這就是重點的問題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首先要理解一件事 要大家解釋 要明白一件事 很多人都覺得英國 正如Boris Johnson所說 脫鉤就更加好 你離開不用被歐盟制褶 你離開的時候 可以和其他國家制定一些脫鉤的 新政策 應該會對英國更加好 我是絕對反對的 這個說法我是沒有辦法同意的 等於大家明白嗎? 英國在歐盟已經成40年了 等於你做一份工作 做了40年這份工作 然後你說不做要做第二份工作 我不是代表你做第二份工作 你不成功 問題就是說你做第二份工作 你很多東西要重新來過 你成功了再找我投資在你身上 你不是現在說和他轉工 你叫我投資在你身上 我不會這樣做 你要明白 英國有50%的出口 都是去一個地方 就是叫歐洲大陸 再加上英國倫敦 就是整個歐洲的金融中心區 如果你離開了之後 你英國還可不可以倫敦成為歐洲金融中心區 我都不敢說 可不可以 如果英國不能夠成為歐洲金融中心區 英國的貨物又日後要重關稅回到歐洲 英國怎麼辦呢? 我不能夠想像英國怎麼辦 我不是很明白 Boris Johnson現在想搞什麼 前陣子說疫情問題 所以他很多事情都停滯不前 但現在英國已經如無意外 將會宣布可能會重啟經濟 其實他說我7月一定要和歐盟方面加腳步去談好這件事 但現在在貿易協議那裏卡住了 他談來談去都談不到 歐盟就說 剛才我見德國那名副財長 我對英國脫歐是極之擔心的 我不知道你怎麼算 他們不夠時間搞的 如果年底脫歐過度期 Debbie 我告訴你 是不用談的 不用談? 沒什麼談的 根本沒什麼需要談 沒什麼需要談 為什麼沒什麼需要談 你要明白一件事 歐盟為何要給好條件英國離開 我給好條件離開 又會令到其他成員國有異心 原來走動這麼好? 我也走了 但2016年談到現在都挺艱辛的 都沒有給顏色他們看嗎? 根本就不會跟你談 就是隨便跟你談 我覺得隨便跟你談 大家試想想 如果歐洲給好條件英國離開 其他人就會離開 其他人一離開 歐盟就會瓦解 即是從這個角度去看 為了歐洲 歐盟要維繫著歐盟 一定不會給好條件英國 如果英國不給好條件英國 你以為他不明白嗎? 他都知道英國 歐盟一定不會給好條件 他的 如果不給好條件我的時候 我和你還有什麼好談 還有什麼好談 沒有什麼好談 所以其實 這個11個月的過渡期 是純粹過渡期 是大家準備完 一刀兩刀 割蓆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這個英鎊真的要準備 不要埋著 但是還有一條尾巴 那條尾巴是什麼 就是歐盟雖然想跟你割席 但是歐盟又不想英國離開 其實他很想英國回來 因為你要明白 英國在歐盟來說 是舉足輕重的 如果英國繞繞 最後都回來歐盟這個大家庭 你幻想一下 對歐盟這個概念來講 是多麼鼓舞 你走來一個圈都回來 這麼麻煩 那怎麼辦 那就是說 歐盟就想一路拖著你英國 就 談就沒有什麼好談的了 如果你不走 我也不想你走 那麼過渡期 如果你要延長 任你延長多久都沒有問題 但是波羅雄森不肯延長 沒錯 就是波羅雄森不肯延長 我的估計是什麼 我估計就是 如果他不肯延長 去到今年年底 如果你是要走的話 英鎊你不要找我 我是不會 我沒有興趣英鎊 我是不會有興趣 不要找你 我沒有興趣 你不用問的 我不會有興趣英鎊 未來幾個月 大家都要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現在 個個都討論英國 香港的一些問題等等 很多人說 投資 是不是應該都 放一些在英國 對於這一堆的投資者來講 現在很麻煩 放著脫鉤 長遠如果英國真的要走 我對英國的投資 我真的有戒心 但是如果你說 為什麼 我之前 其實我都主張 一些人去買英鎊 就算你今天你問我 如果我覺得 如果有機會 看到1.22美金的時候 我都會主張 你建議去買英鎊 買英鎊的原因 為什麼呢 因為面對著疫情 英國自己都說 是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最艱辛的一次 經濟這麼受損的時候 你叫英國現在這個時候 還要離開歐洲單一市場 去面對新的挑戰 我覺得它真的做不到 所以我不排除 英國可能會延長脫鉤過渡期 不是因為它跟歐盟有什麼好談 沒有什麼好談 基本上就是 因為它自己的經濟已經很弱 它不想在這個時候 再脫鉤面對新的挑戰 所以它才會延長 所以我現在叫大家買英鎊 目的是何在呢 在一個短炒 我拼它會真的留在 延長脫鉤過渡期 延得越長的話 對英鎊越是有利 因為延得越長的話 什麼都沒有變 英國在歐洲單一市場 倫敦繼續是歐洲的金融中心 什麼都沒有變的時候 英鎊就不應該現在這麼低的位置 那就應該會上升 你說的經濟其實有點誇張 因為它四月的GDP GDP是收縮24% 對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環境收縮這麼大 你還叫它現在離開歐盟單市場 它怎麼來呢 所以其實整個遊戲是玩什麼呢 就是玩英國脫鉤還是不脫鉤 即它延長脫鉤過渡期 還是不延長脫鉤過渡期 一直在賭卸 這件事 英倫銀行真是最難做 那怎樣呢 看著你們一陣子疫情 然後現在又脫鉤 所以就說 英倫銀行就說 會不會走這個負息率 它就說不會的 但是很老實說 如果英國真的要脫鉤的時候 這麼大的衝擊 什麼負息率都可能要走 怎麼用它不走 所以就是看情況 你說英鎊大概落到1.22左右 那些位置 你覺得可以拿回一些 有直撥 可以直撥空間 可以撥上來 大概現在1.24左右 沒錯 看看會不會落多一些 不過記住 去到那個位置 買不買還是要看 英國到期時 是否真的要延長脫鉤過期 如果到那時去到1.22 原來是說 它是不會延長 所以它是1.22 這樣就繼續 好了 真的很麻煩 要看著買也不要買這麼多 不過 英國就順康似亡 大家就說歐洲 其實你說不會英倫銀行 歐洲央行就很早已經走負利率 但你見到它的貨幣政策 依然是超級寬鬆 最近口裏面 就感覺鎮了一些 即是沒有之前那麼夾 就想好像比市場覺得 下半年有一個憧憬復甦的空間 即是Mark 你剛才就說 如果美元要落的話 其實你跟我說 你首選應該是歐元 沒錯 首先要明白 在美匯指數裏面 歐羅佔了60%的佔比 所以我看淡美金 就自然就是歐羅 沒得選擇 就是這樣 而且我歐羅 我亦都不是看它 它印了多少錢 它的貨幣政策是怎樣 我完全都不是看這些 我只是看歐洲 能不能夠在今年裡面 成功改變它的財政政策 那個方針 這才是重點 要明白一件事 在2016年英國脫歐之後 德國和法國一起說 就說它看到英國這樣離開 它怕如果再有人離開 它整個歐盟會瓦解 所以它當時已經說明了 就說 歐洲一定要儘快 將財政政策 將它結合在一起 所有國家 不會再有個別的財政政策 只有一個財政政策 就是超難 你看到法國和德國的取財 就是肯定接收那些債仔 所以它已經做了好幾年了 所以你看到它現在要提出這件事 就是透過這次的一個小小的測驗 成功了的話 接下來下一步就是做財政統一 如果它這件事 這一個結構性的因素 是能夠改變的話 你看著歐元的匯價 那個上升是會你不相信的 但一定要做得到 如果我們看譬如歐元的走勢 3月頭左右高位就回落 大概一直落到差不多跌了8% 大概落到一算哪位呢 有支持就反彈了上來 大概彈了超過半成 如果Mark 你說看走勢圖 其實歐元要突破 你覺得在什麼位買 和可以突破空間有多大呢 首先第一件事來說 我覺得去回1.10的水平 還不是很多的位置 好少少的位置1.10 我覺得是可以慢慢去買一些 我不知道什麼叫最便宜最低位 可以入得最好 買得舒服位 對 覺得舒服 而你要明白一件事 我不是真的看圖 在哪個位置買 會穿哪個位置走 我不是看這些 我最重要看的是政策上 我覺得德國和法國 他們是會做到他們要做的事 雖然現在有四個國家 丹麥 荷蘭 奧地利 還有 忘記了誰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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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相信 法國和德國 是會用盡他的最大努力 直至他做到為止 你看到的 其實他提出這個概念的時候 是5月中提出這個概念 其實在5月27日開過一次歐盟大會 失敗了 然後在上星期四五又開一個歐盟大會 失敗了 然後他再說 你又開 然後在7月中又開 今次開要面對面 如果你不聽話就打你 之前視像會議 剛剛那個視像會議談不到 視像會議談得太遠了 要面對面 可能捉住你來奧 所以又說要談 如果談不怎樣 就說8月又再談 基本上你看得到 很想做 他們是要做到為止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他們真的要做到為止 這件事是有機會成功 當然時間是一個問題 聽阿媽說 可能大家要忍一忍 未來一兩個星期比較悶 不過 給大家時間可以想一想 然後重整一下自己的投資部署 就像媽媽說 美金都是看淡的 歐元就可以博反彈 但英鎊都要看看 接下來的脫勾談判是怎樣 謝謝阿媽和我們分享 謝謝Debbie 節目時間差不多 提醒大家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在YouTube like我們的節目 另外就是加入HKET的apps 有任何財經資訊 就會送給大家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再見